咱们在和这个球队接触的时候 同大队 韩宇明 大家也非常熟悉的老的队员 叫齐立霞 齐志导 他好像当时也向您介绍了一些 这支球队的一些释放 齐立霞在排球界都很熟悉了 他特别是对于训练青少年运动员 有独到之处 也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专家了 他在介绍的时候证明 他在想啊 这个几个老队员 像洪坤啊 杜苏洪啊 杨炮啊 他们现在的状况非常好 他主要特别的就是很稳定 失误很少 另外他现在的状况比较多三点还好 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这几个老队员 确实在队上还是起很大作用 对 齐志导对这个冯坤也是称赞有加 因为目前他还是国内最优秀的二传手 是 特别他提出冯坤的这个 王口的调整球 那确实不倒之处 另外冯坤进攻啊 篮网啊 都有一定实力 漂亮 这是哈姆特 将近一米九十的身高 打得很有活力 这两名外员呢 确实给恒大女排带来了一些活力 一个是在复工的 不惜力的这种跑动 再加上身高他的弹跳 戴维斯的后排的衰旧 他是美国女排在北京 因为获得亚军的主力选手 这段中国队的防守好多了 特别在篮网 以往中国女排比较强盛的时候呢 是篮网是我们的一角 被称为是天安门城墙的篮网 像什么周小兰啊 什么像朱灵啊 像狼爪等等 听取网上的高度实力 一个嘛就是郑平讲的篮网 这篮网非常重要 还有一个网上的强攻能力 快攻的组织 发一个前曲球 和好球 弹力非常突出 美国队的4号是安吉普雷西 证明这个队员呢 身高只有1米73 打主攻 在当前的世界高度 这灵力的情况下 他如果没有点绝活 他不能够站在这个赛场上 这个刚才您介绍的 这个4号普雷西呢 狼长也给我们介绍一些情况 就是说 他的这个 丈夫是橄榄球运动员 他的父亲是伯克利 男子篮球的教练 所以应该说是出生于这个 体育史家 有的时候两个队实力水平 差不多的时候 比关键球的处理 你像这种无味的失误 美国队在这段呢 还是出现了一件 所以恒大女子排 一下子把比分拉开 现在比分是20比16 恒大女子排 觉得她主要的一个特长 那就是这个队老队员多 所以比较有经验 那么对一场出现的一些情况 她能够临时的都能够决策 这个呢 不光是靠教练 要靠队长 现在来介绍 原国家男子篮球队的主力中风 也是88年 这个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的 棋手宋涛 也来到了这个现场 来观看这场 中美女子排球的对抗赛 这排球啊 特别是女子排球 那么吸引了广大的体育工作者 大家都在关注中国排球的发展和进步 好的 保护不错 调整 进步吊球 好的 你看这就是36岁的主播手 音音打吊结合 这个教练员 这个李勇也向我们介绍说呢 说像 音音的这种身体情况 她的状态 尽管已经是36岁了 但如果不打了 也非常可惜 可见她的这个状态啊 所以这次 我觉得恒大女孩 还有一个成功的地方呢 就是如何保证 老队员的全群的训练 保证他们在比赛当中 维持比较高的这种状态 另外一个就是 大龄运动员 如何延长他们的运动寿命 发挥他们的这种愉热 在这方面呢 他们做了很多 有益的这种尝试 这就是音音 18号响 18号响 substitution from USA number two out number 18 英国再画上了一个 18号主攻是 克里摩尔 一米八二 哦 大力发球 保护 好的 变船 拉开网 再进攻 打后排 没跟他调整 三号位掉球 恒大队还有机会 美国队的防守真是不错 但是这个球 他没有传到位啊 所以造成了 这次防守反击 没有形成进攻 所以这就是美国队 他可能在 这段比分之所以落后 打得不够稳定 还不够默契吧 在比赛里面 证明可以看到 这四号 哈姆托 就广 广这个 恒大队的 这个四号 复攻啊 他的意识非常强 他第二意识非常强 所以这种 进攻的 给对方威力还挺大 对 哇 我们介绍了 美国队的 11号 是一名 很有潜力的选手 梅根霍奇 好球 好球 恒大队 恒大队把球救起来 再送过去 现在美国队重新 组织进攻 二号位的 扣球 漂亮 你看他的 11号主攻守 既能在四号位 强攻 也能在二号位 变现的进攻 所以显示了 这个队员 比较全面的技术 双快球 被快掩护 拉开以后 由周苏鸿在自己 习惯的位置上 二号位的背溜 打成了 拿到了局点 24比9 这恒大队的一个绝招了 他经常采用这种战术 特别是周苏鸿的 二号位 当然这里边 就像郑平讲的 必须有冯昆的 二船做基本保证 对 还有对头的掩护 后排 这时候垫的劲儿大了 美国队专注机会 一个漂亮的探头球 拿下一分 现在是20比24 美国队有副攻守 斯托尔斯 发球 接好一传 打败快 这球没有完全打成这探头球 是主攻守 三号杨浩 抓住机会 在四号位一个探头球 现在恒大女排 比25比20 先拿下了第一局 现在卡上总的比分 是1比0 恒大女子排球队领先 怜牌宝费 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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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 期术 ли 对 我最好